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跟话语 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让我们经历上帝你丰富的指挥跟恩典 让我们在每一日 听见你的话语的时候 都可以清醒 并且知道怎么样回应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3月9号 今天的经段是 明家书第2章第6节到11节 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 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 不助地羞辱我们 雅各家 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 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 我耶和华的言语 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 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 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 剥去外衣 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 从安乐家中赶出 又将我的荣耀 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 你们起来去吧 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 因为污秽使人毁灭 而且大大毁灭 若有人心存虚假 用谎言说 我也要向你们预言 得清酒和浓酒 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段话 应该是先知弥迦心中 以及他有预见 某一些人对他所说话的回应 我们要了解 先知其实并不是个职业 先知其实是被上帝的灵抓住 不得不说 不得不反应的人 而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 人们是很敬畏 特别是到后期的阶段 人们是很敬畏 先知这样的角色的人 因此在当时候 自然也有 既然有上帝的灵抓住的先知 然而也有 不是上帝的灵抓住的先知 因此特别是弥迦 弥迦在当时候 应该是在百姓当中担任先知 而就成如我们所知道的 事实上在当时 也有一个官在宫中担任先知的 大先知 他叫做以赛亚 弥迦在百姓中 而这个皇帝身边的 其实是以赛亚 不过不管怎样 先知都有一个特别的话语 而这个特别的话语 在当时候所说出来 有时候会往往让人无法接受 而当先知说了这些话语的时候 有时候人们心里面 不愿意接受 就有一些假先知 他就说 他一定是说假话 你们要听我的话 人们喜欢听假先知的甜言蜜语 而那些涂抹作恶的人 那些抗拒上帝的先知 他们说预言 但是他们不会说真话 他们也不会劝戒 因此先知 就好像弥迦的话所说的 上帝的话 是跟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有益的 因此 上帝的话是要让人警醒 但是却有人心存虚假 有人用谎话说 而这样的人却偏偏偏偏得到百姓的喜悦 这样的人所说 用谎言所建筑起来的 他却得到那时候人民的欣赏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先知跟假先知 其实有时候 在当时我们还难判断 但是事后 往往就一清二楚 因为上帝的话 必透过先知所说出来的 那些警告的话 是真实的 并且必然会实现 而假先知呢 他或许一时之间 让你听了 觉得很舒服 但是 那些话 却有时候 偏离了事实很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听见 真的先知 上帝的话语 真实的话语 因为真实的话语 有时候会刺透我们的心 但是 事后想想 那些真实刺透我们的心的话语 常常是爱我们所讲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细细的去听见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我们会因人的软弱 而喜欢听人家说好话 但事实上 有时候这些好话 却对我们无异 愿上帝帮助我们 开我们耳朵去听见 那些真实 有时候有时候会刺伤我们的话 但没有关系 因为那真实 或许真实上帝 或许真实上帝透过 他来爱我们的话 愿上帝的话 警醒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帮助我们听见 你要我们听见的 求主帮助我们清醒 即使有时候我们听见 有些刺耳的话 但是我们仍然 可以耐心的去听见 因为有时我们知道 这正是你要我们去学习 去听见的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